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現在英國時間4月28日下午4時 歡迎收睇新聞傳送,我是王俊賢 俄羅斯入侵Wagland 64日 Wagland南部馬里乌邦爾情況沒有突破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 赤尼亞粟鋼鐵廠裡的平民工作仍然繼續 自俄羅斯總統普京突然要求放棄攻打鋼鐵廠後 轉為封鎖策略 據報有幾百個烏軍、雙兵和平民仍然被困 同時決發所需物資 古特雷斯星期三晚上由莫斯科轉帝基符 說赤尼鋼鐵廠是艱難任務 提到普京原則上同意赤尼 有關細節將會展開討論 他形容行動需要精密部署 因為現時並非撤離在家園平民 或公眾地方撤走平民 而是在一個戲劇性環境下行動 目標在星期五 不過前提是在一個可行環境才行動 古特雷斯在烏克蘭試刷過博羅江卡和布茶 第三站去到阿平 三個地方都是首都基赴外圍 被俄軍在上個月炮火洗劫一空 目前各個市面逐步回復正常 由市場開始擺迷 在布茶的大型亂狀江 古特雷斯被告知平民被殺情況 據表明撤查事件非常重要 絕對支持國際刑事法庭和俄羅斯展開合作 烏克蘭軍方說 古特雷斯到場視察非常重要 可以眼見和聽聞過去俄軍行為 希望可以阻止普京 古特雷斯說 平民往往是最無辜 往往要為戰爭付出最大代價 不過對於博羅江卡和布茶 古特雷斯的用詞非常小心 只是用上普遍戰爭的字眼 並未直接批評或譴責俄軍 他之後會和總統吉林斯基見面 吉林斯基早前批評古特雷斯 居然先到訪莫斯科和布京見面 俄軍月初宣稱由基庫宿兵釋出善意建立護信 不過最終被揭發在基庫外圍城市 包括布茶等等犯下大屠殺暴行 而宿兵也只是為家強在烏東部署發動頓巴斯戰爭 俄羅斯昨天突然單方面切斷波蘭和 保加利亞天然氣供應被批評違反契約 以及利用能源作為武器 霍華蘭總統吉林斯基強硬回應 直指俄羅斯能源勒索歐洲 歐洲不會再有國家願意和俄羅斯 保持正常經濟合作關係 吉林斯基認為俄羅斯不僅視天然氣為武器 而是所有貿易都會作為武器,遮等待時機 普京是統一的歐洲為目標 只要未來有歐盟所有成員國同意 不能再依賴和俄羅斯貿易,局勢就會穩定 俄羅斯想製造環球經濟混亂,特別是糧食問題 他歡迎歐盟集滿關稅和挖難出口配額 將可以穩定市場和協助應對危機 美國白宮發言人沙奇譴責俄羅斯行為 不過說有關手段是預計之內 美國已經聯絡波蘭和寶加利亞 而過去幾個月也有與國際伙伴相討 由不同源頭的天然氣供應歐洲 另外早前有意見說 英國會支持烏克蘭展開行動 重奪被俄羅斯吞併百年的克利米亞 英國國防大臣華麗士說 外上蔡惠斯表明要令俄軍完全支出污難 是英國堅持的策略 華麗士說國際社會一直拒絕承認 俄羅斯2014年入侵克利米亞 對於英國增加對烏軍軍事援助 他認為目前要向普京傳遞信息 他的行為一定會令局勢升溫 也要確保英國不會擴大衝突 同時保持守衛角色 包約方面 秘書長斯特爾騰貝格說 只要芬蘭和瑞典正式申請加入 兩國將很快成為新成員國 芬蘭和俄羅斯接讓邊界長達1340公里 早前表明有需要重新平衡局面 斯特爾騰貝格今天將與芬蘭總統 尼尼斯托見面 外上蔡惠斯表明 俄軍必須全面接出芬蘭境內 並形容芬蘭的勝利在西方戰略上至關重要 蔡惠斯在倫敦這個活動上發表演說 說普京的入侵一定會失敗 也見到將會失敗 西方盟友一定要加倍對芬蘭支援 加快和加強行動 將俄軍完全擊出芬蘭國境 據這番言論被指暗示 除了由2月24日開始進犯的俄軍之外 亦牽涉2014年入侵克利米亞 以及部分頓巴斯地區的俄軍 俄軍早前宣稱要全面解放頓巴斯地區 當中牽涉頓獅克和羅金斯克 借2014年開始 各地區超過三分之一由真俄分離分子控制 作為是鼓勵西方目標要比現時更遠大 令到芬蘭未來在政治談判上 擁有更多更大籌碼 明確要求西方要做更多 阻止俄羅斯侵略包括增加國防開支 包入軍費佔國內生產中值百分之二 是基本而不是上限 同時利用自身經濟份量壓倒俄羅斯經濟市場 另外,卓惠斯認為 西方應該向正受俄羅斯威脅的國家提供武器 例如摩爾多瓦和喬治亞 確保他們可以保住主權和自由 如果芬蘭和瑞典正式加入北約 應該儘快與兩國融合 因為芬蘭戰爭是我們的戰爭 是全部人的戰爭 芬蘭的勝利對所有人之關重要 他警告如果普京成功的話 歐洲以至全球都會有更多不確定的恐怖和苦難 不過卓惠斯的言論並非受到西方盟友支持 法國和德國都對戰爭目標有保留 憂慮會挑釁俄羅斯 經向召集於所謂挝難角色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說 任何國家擲手協助挝難 將會面對它的閃電回應 有一切工具可以採用 表明不是空頭支票而是實際行動 轉一下 英國國會近日爆出牽涉侮侮女性走文 繼早前保守黨文章 說工黨影子副領袖Angela Reiner 因為口才不及手信領漢信 所以要不時翹腳影響對方 工黨內部也傳出 女性議員遭受猥褻言論 一個威爾斯女議員說 具備形容為秘密武器 因為女性想跟她做朋友 而男性就會想跟她發生性關係 她說在工黨內部一個活動當中 有人跟她說她會是黨的明日之聲 更加形容她會是選舉贏家 她並非在國會中 或者職務上的唯一受害者 不過經過與團隊相討之後 認為她目前並不合適公開身份和作出投訴 工黨發言人說 如果當事人作出投訴 黨會非常認真對待事件 並會作出全面調查和以行動回應 過去星期日 星期日郵報一篇文章 印上匿名保守黨國會議員說 在收尋略行信出席國會答案環節時 坐在她對面的在野工黨內副黨魁Angela Reiner 模仿電影本能女主角沙朗史東 不停叫腳幾圖令約翰遜分心 警發廣泛批評 認為政界長期存在的善女性和艷女文化 Angela Reiner回應說 對事件感到非常沮喪 不過獲得多方支持 手上約翰遜評擊匿名者作出艷女指控 形容她們是地球上的恐怖分子 要將她們抽出 保守黨後排議員在星期二例會 討論女性在國會受壓經驗 守直黨邊也有出席 有議員說唯一可以做的是教育她們 因為有人根本不知道她們在做什麼 只是複製幾百年以來的所謂文化 不過這不代表是正確 說人類經歷幾百年的鼠疫 最終都能制止 轉一下 香港藝人曾江昨日被發現倒閉 在檢疫酒店中年87歲 她的死因有待驗屍覺認 曾江家人說曾江昨晚曾經表示不舒服 要求家人送約到酒店 曾江禮拜一由新加坡回港 在尖沙咀九龍酒店接受檢疫 在酒店檢疫第二天發足檢測程陰盛 職員昨天中午報案 發現一個男人倒閉房間裡 救護員到場證實她已經死亡 曾江的女兒和其他家人 今天去到臉房辨認遺體 說曾江早晚感到不舒服 當晚為她送約到酒店 不知道最終有沒有送上房 到第二天沒辦法聯繫 就到酒店了解 酒店工作人員一度拒絕開門 最後要聯絡衛生署才能入房 最後發現曾江已經沒有氣息 曾江的女兒曾母說 不想再談及曾江檢疫情況 被問到檢疫酒店有沒有責任 她說很多事都不是檢疫酒店能做到 或者大家能想像到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大家都需要應變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均說 曾江禮拜二大約晚上8點 致電酒店職員查詢家人送來的物品 到9點有關物品已經被送上房間 她說昨天有承辦商人員拍門要求做檢測 不過沒有人應援 再通知酒店職員跟進 她說酒店應該用常理 考慮隔離人士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 無需每件事件都要向官方查詢 至於當局會否考慮容許長者再加檢疫 張竹均重申現時政策下 如果身體情況有特殊需要 可以申請照顧者一同入住檢疫 相關部門也檢視檢疫安排是否需要加強 曾江重影超過60年 在美國加州大學建築系畢業 返香港從事建築師三年之後轉到影圈 由粵語片年代去到荷里活製作 2015年憑著港產片《施定風雲三》 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南配角 前職工盟主席吳敏儀涉及民主派初選案 一直還押至今 高等法院拒絕拒布式申請 《國安法》指定法官高等法院法官 道立兵頒下書面理由 說吳敏儀在參與民主派初選前後 多次在個人社交平台說 一旦當選會對抗警察和阻礙政府施政 又說《港區國安法》通過 是打壓和恐懼時代的到來 雖然吳敏儀沒有鼓吹暴力 不過她明顯激其他人對政權的不滿和憤怒 法官又說她是職工盟的身份在國際之間有影響力 能輕易與國外的人聯合作出抵抗政府行動 未能信任她不會再作出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因此拒絕她的布式申請 香港行政掌官唯一候選人李家超 宣布星期五會公佈政工 李家超星期五會在會展舉行政綱簡介會 邀請地區和基層代表出席 她的競選辦副主任譚志玄說 李家超和團隊經過一段時間努力 基本上完成贊捨政綱 多個團體包括九龍婦女聯會、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 選委會的基層界別和地區組織界別選委等等 分別去到灣仔中環廣場 向李家超競選辦代表提交意見書 和天氣 英格蘭中部和西部以至北部多雲 間中有雨 其餘地區普遍乾燥 部分時間有陽光 預測星期五 英格蘭東部到南部多雲 其餘地區有陽光 蘇格蘭中部和北部有幾層雨 陽光之下體感磨亂 雷敦星期四氣溫介乎6-13度 碧仙圖5-15度 卡蒂夫城6-15度 白明漢4-13度 馬茲斯特6-16度 外丁堡7-14度 貝爾法斯特8-15度 新聞傳送到這裡 拜拜